抽灵花之前 你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 让你抽完就能畅想用神力流双灭 秒遍提瓦特的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 灵花423十有八九会复刻 而且如果雷神走下 灵花一定会走上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首先灵命真神不是吹出来的 极为恐怖的大招败率 四千甲 你以为闹着玩呢 但是他有着全元神造价最高的配队 神鹤万新 平民队也不是不能玩 反正伤害嘛 是差了点事 抽取建议就是 每主C必抽 有莱奥斯利可以缓缓 但是我想说 我是神力灵花的狗 你让我怎么拒绝 平民队加灵命就够用了 有条件可以上二三命 大拙的倍率和打击范围 更上一层楼 中科党长个四命也不亏 克老可以冲个满命 解锁销售花 专武有条件必抽 如果他真的跟纳维亚在一个池子 纳维亚的专武属性 又贼打给力 那岂不是美哉 但是呢 也不建议强抽 快保底了可以去试试水 万一奇迹就出现了呢 没出就别投铁了 白嫖甜木硬打刀 他不香吗 赶紧关注收藏一波 下期视频呢 手把手带你满京 有滤剑也可以用滤剑 没滤剑 你真得整把甜木 循环起来嘎嘎爽 然后呢 飞鹰绣球捡起来 路线在这儿 大家自己瞅 对了对了 推荐黄女家九条家 莉莎队 再带个五郎标记特产 无敌啊 刀型刷起来 千万别停 别忘了 雷神也用呢 横肠机关阵列刷起来 刷狗这些 大家就可以收手了 每周二五七的 锦测之亭刷起来 看着这个风亚书没有 刷狗狗的 都有了是吧 那妥了 如果你狗粮多 直接来合成台 合成一波冰套 狗粮没有呢 我也不建议大家 去冰本做了啊 当然了 如果你既抽雷神 又抽令华 还想省事 只玩大招流的话 绝缘套也很香 毕竟刷一个本 就能养俩老婆 谁能拒绝呢 再然后 不是冰套不太行 而是猎人套 更有性价比 猎人家剧团两开花啊 有福福你根本不用刷呀 攻击杀冰伤杯爆伤头 副四条就以爆击爆伤 攻击为主即可 想毕业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 为了做老婆的狗 止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队里没有 冰夕充电宝的话 你甚至需要丢点充能 以上这些全部搞定之后 恭喜你 灵华到手即毕业 鹰吹雪 那下了 下课